为了帮咱们节目的粉丝朋友们在19年买保险的时候都不被坑 我给大家总结了一份这样的武林秘籍 这里面都是一些保险避坑工业啊 理财方法等等这样价值千金的实用招数 点击小思淘宝的头像进入主页 点私信按钮 回复暗号武林秘籍 就可以免费的拿到了 有没有用 你看了就知道了 大家好欢迎收看小思淘宝 最近我一个朋友联系我说 让我给他和他的家人要做一套比较完善的保险规划 我当时还挺纳闷的 因为这个朋友之前一直对保险有点偏见 觉得这个保险是骗人的 那我说你不一直觉得是保险没用吗 怎么又突然又改变想法了呢 他说是最近家里出了点事 他的父亲在过马路的时候不小心被车给撞了 这个赵世泽呢也跑了 父亲年纪也大了六十多岁 这个身体肯定受不住这么大的这个撞击 就直接的住进了ICU 大家知道ICU住上一天就要花上上万块钱 结果半个月十几万都烧光了 那他老爷子这一出事啊 才让他意识到这个保险的重要性了 因为他父亲啊本身没有社保 所有的开销都要自费 这一大笔的药费对他来说可是一笔不小的这个开支 所以啊他刚忙完父亲的事就来找我做这个保险规划了 那其实啊现实生活中呢 像我朋友这种情况的人呢还有很多 一开始可能觉得这个保险没有用 根本是白花钱 那等到真的出了事就想起这个保险的好处了 但是保险这种东西啊 也不能说等到需要的时候再买 保险公司他又不是慈善机构 不会干这种亏本的买卖的 所以为什么我总劝大家啊买保险一定要趁着健康 趁着年轻的时候啊早点给自己和家人配置好这样的保险的保障 那未来一旦有这个风险发生了 还有这个保险替咱们扛一扛 咱们辛辛苦苦的钱也不用完全交给这个医院了 如果未来没有发生风险呢 那是最好的了啊 千万不要觉得这个保险买了不用就亏了 健康平安总归是咱们最想要的 那最后啊咱们今日头条的粉丝朋友们呢 一定要点击视频下方的了解更多 可以快速的领取我们的武林秘籍